我們下個月 有一個朋友他們開店 我們要送個花過去 好送 議會補助2萬塊已經沒有了 怎麼辦 口袋拿錢貼啊 誰叫你當議員 不就是這樣子 你怎麼會說不夠 我先店 然後你們助理 領了錢以後 一人回填2千塊 不能這樣啦 助理是工作所得 你這些助理在議會裡面 或在立法院 你有工作的 你不是做民事服務 跟里長協調 就是有各局處的對口 再不然你就是在議會裡面 你要寫報告 你要寫研究法案的 那你把這些錢當成你的 助理不是你的 助理是國家請的 助理是議會請的 是立法院請的 他是協助你來工作 因為你一個人 沒有辦法做這麼多事 你怎麼會把國家 編列你來造福人群 來研究法案 做選民服務的事情 你把這個錢變成你的錢 叫他們攪回 這段都沒有講清楚啊 所以他還在說 這是政治迫害 那最讓我覺得 如果他這一套 拿去法庭上 這樣子法官會 會不會把法官給惹毛了 從中量刑 從中量刑 對 有本事 你去跟法官講 你這法官不要亂判 要不是我在新竹挖到大秘寶 你怎麼會起訴我 所以你亂判 什麼重重量刑 我完全不知道 這是什麼收錢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還 不知道你為什麼要還 所以就是 無法自圓其說 心虛了嘛 每一個明代 到最後扶手認罪 就說我的所有不法所得 我願意全部退還 你只要輕判我 高宏安有本事 你就嘴硬到底 你就上了法院 跟法院法官這樣講 嘴硬到底 到時候你就不要扶手認罪 像其他這些被抓的明代一樣 我願意繳出所有43萬030塊 是 蘇培怎麼看 因為現在 我們看很多市議員 包括台北市之前 好像也不少案例 你的同僚過去也 也栽在這個所謂的助理費案 那高宏安用這種態度 有辦法免除牢獄之災嗎 當然沒有辦法 而且其實大家如果有時間 其實手機拿起來 就寫詐令助理費 一頭拉股出來 你只要看到那個犯後態度不佳 在那邊講說 是政治破壞啦 是因為我當韓國瑜 這之前有一個 這個國民黨的一個染議員 被抓到的時候 他用他先生的名義 詐領了148萬 結果被判了4年 原因是什麼 原因就是他們扯 扯說就是因為 我曾經當過韓國瑜的發言人 所以你們才辦我助理費 我告訴你 他就被中判 就中判4年 所以很多的這個助理費 其實你去看 很多的議員到最後會選擇 是認罪協商 用認罪協商的方式去處理 有可能比較判刑輕一點 就是你還是判刑 可是有可能就是用緩刑的方式 去做處理 所以高鴻安今天我看完他的記者會之後 果然是匪頭匪啊 打死不認錯啊 就是完全沒有認錯就對了啦 因為他自己是知憂生 跟他的這個師傅 跟他的這個黨主席一樣 怕死都沒人 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再這樣硬拗下去 我覺得高鴻安會因為46萬 被中判的機率非常非常高 因為如果檢察官不辦他 我告訴你 以後大家就會講說 高鴻安你都沒有辦耶 為什麼要辦我 現在是起訴啦 這法官不知道他怎麼判 我的意思是說 法官如果沒有判 未來所有像這樣子的 詐領助理費 或者是利用職務去壓榨助理 然後叫助理這個低薪高爆 這樣子的狀況會越來越多耶 大家就說高鴻安可以啊 為什麼我不行 大家比照高鴻安的做法 大家都要弄小金庫 然後無罪 倒霉的就是助理啊 而且這對在國家上面來講 怎麼對 我直轄市議員一個月24萬 就是給助理的助理費 怎麼可以讓你用低薪高爆的方式 轉回來做辦公室的費用 沒有這個道理 所以像余將軍剛剛講的 我們其實每個月的辦公室的事務費 絕對都超過議會編給我們的金錢 但這個錢誰出 我們自己出啊 買咖啡我們自己出 接下來中秋節要到了 那個禮品 抽獎的禮品 全部都是我們自己出啊 金庫議會沒要跟你出這個 我們就自己出 我們可以說 因為我們要支出這一些 所以你都告爆一點點 然後退回來的錢 讓我去買摩柴品 沒有這種事 不行就是不行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今天就在歪樓 所以今天地檢署的新聞稿 講得非常清楚 他的癥結結果 高宏安就是 詐領助理酬金 還有加班費 啊用的方式就是人頭 不是人頭啦 就是他的助理 用低薪的時候高爆嘛 那你看喔 其實在檢察官的這個 剛剛這個將軍有講啊 高宏安今天在記者會裡面 一直沒有承認說 他是不是有叫助理 沒有領那麼多 沒有實質上沒有領那麼多錢 他用助理的人頭去報比較多 高宏安沒有講喔 可是在新聞稿裡面 其實有寫喔 他說這個黃惠文 在107年7月某日的時候 計算六月份的加班費 余額後發現還有剩餘 由高宏安指示黃惠文 向陳宇凱告知 欲與陳宇凱的民意 扶報加班費 超出高宏安同意 可給的加班費的獎金差額 必須繳回高宏安自行決定運用的用途 經陳宇凱同意後 陳宇凱承認翻譯 跟高宏安用同樣的方式去炸領財務 所以新聞稿裡面 檢察官有沒有講 檢察官講得非常的清楚 對 就是高宏安在主導那個小金庫 而且你是用你老闆的這個職務 去壓榨你的助理說 我這個月只給你五千喔 可是我多的錢 我給你報到七千 這中間餘額兩千 你要交回來這個基基 讓我自行運用 怎麼會不說 檢察官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但高宏安在記者會的時候 有沒有跟大家講 沒有 他就講什麼 就講政治操作 就講說啊 因為他已經把這個 所謂的棒球場送出去啦 所以檢察官今天才會辦我 我覺得這根本亂講 棒球場 如果你覺得有疑義 你送誰 理所當然 依照你的職務 你該送你就要送 對 但問題是 你用助理的名義 低薪高報 報他的酬金 報他的助理費 這件事情就不得 就是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而且檢察官其實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啊 高宏安利用這樣子的方式跟四個助理 用這樣子的方式挪用了非常的多錢 金額大約是六十五萬 一千八百四十二元 但這裡面的錢呢 有八萬 有十六萬塊 其實還是用在所謂的助理費 或者是施聘助理的薪資 所以檢察官扣掉之後說 你乍得的助理費是四十六萬零三十元 所以檢察官沒有給你多算 而且還料查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說你用低薪高報的這樣子 如果你還是回到助理的薪資來講 我把你扣掉 但如果你是用在包含餐飲 禮品花蘭紅包高鐵計程車費 這些東西就是本來你自己要出的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不要再割到菜兜 再來我覺得這裡面 這個新聞稿裡面 我覺得最最重要一點是 還有這個是其實是有案外案 就是高宏安每個月 從永明基金會 撥了十萬塊給Z9公司 而這個Z9公司是誰 剛剛講是吳達衛 而且他是網路名人 他成立了一個網路公司 專門就是在做網路輿情上面的 撥給這個Z9公司給高宏安用 這有沒有違反政治獻金法 監察院也應該要動起來去查清楚 而高宏安今天在記者會上面 完全對這一筆完全沒有回答 知識未提 他就是違反政治獻金法 你在你沒有選取的過程當中 你是不可以收受任何政治獻金的 為什麼永明捐了十萬塊 給付給Z9公司 然後讓你來運用 高宏安要講清楚說明 的確這個案外案 檢方在起訴當中寫得很清楚 這個永明基金會 每個月十萬塊給高宏安 所以會不會燒到郭台銘呢 今天記者也跑去問郭台銘 郭台銘怎麼說 他說他相信高宏安的青年正職 支持他用一切力量捍衛自己清白 司法應該是社會正義最後一道防線 不該淪為政治打壓破壞對手的工具 來 青皇 郭台銘這麼講 意思已經在指司法不公了嗎 成為政治打壓的工具嗎 這一把我 因為現在郭台銘才正要選總統 所以會燒到郭台銘嗎 當然會燒到郭台銘 尤其郭總講完這個話之後 火當然會燒到郭台銘 為什麼 請注意這件事情 整個高宏安從去年到今年的時候 都是高宏安的這群小助理 這群前助理出來爆料的 資料也都是由他們給出來的 換言之 他們覺得在高宏安那邊遇到一些 比如說那個不正常的對待 所謂不正常對待 就是你去虛報人家的薪資嘛 你要人家加班費的部分 要回眷到你的公基金裡面去嘛 遇到這種不正常對待的情況 所以呢 這整件事情之所以能夠揭發 甚至你看連最後 你看到今天台北地檢署的資料 他都告訴你 是因為這群助理的關係 所以整件事情呢 他們才能夠這個真相大白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請問郭董講這個話 你站在高宏安那邊 請問你是站在這群小助理 站在高宏安過去 血汗這些助理的對面嗎 這件事情對郭董最大影響在這裡 請不要忘記 郭董過去在鴻海的時候 曾經一度被人家說 那個叫血汗工廠 那請問一下 現在難道你是站在這群 血汗小助理的對面嗎 這是大家會質疑的事情 而且我們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當時高宏安 為什麼會被講這件事情 他其實很大一塊 就是跟他對待助理態度有關係嗎 所以你看這個手版上面 這是其實去年 我們就給大家看過的 這個是一個高宏安的 國會辦公室的前助理 他揭露的 他揭露說 高宏安的公費助理 因為請併假 請施假 被扣薪之後呢 還要把請假被扣掉的金額 存到辦公室基金裡面去 你看這是LINE的對話記錄 這是告訴這個人說 這個月請假 我都算併假 麻煩再繳回多少錢 作為辦公室基金 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我請問你 這些助理在高宏安的辦公室 是遇到這樣的待遇 那請問面對這些助理的時候 郭董現在是站到對立面去嗎 郭董現在就是要挺高宏安嗎 那請問對這群小助理來說 看到難道不會覺得 你大老闆好大 我好怕嗎 那如果是這樣 你大老闆好大 我好怕的話 請問這對郭董來講 在爭取年輕人的觀感上面來講 難道是好的事情嗎 所以當然會燒到郭董去嘛 尤其最重要是這一條 這一條也是今天大家在看的 因為一開始地檢署的資料上面 剛揭露的時候在這一部分 沒有看得很清楚 只看到說這個應該是永齡基金會 支援每月10萬元給力圈9公司 在地檢署的資料裡面 一開始寫的是力圈網路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後來在這個量刑的部分 又再帶一次說是力圈9這個公司 所以大家就很容易一查出來 就比對價這個網路媒體公司 就是這一家嘛 力9網路媒體股份有限公司嘛 那你一查公司負責人是誰 力9網路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叫做吳達偉嘛 是嘛 所以你工商登記資料是公開資料嘛 大家都可以查嘛 一查下去就查到吳達偉的名字嘛 除了查到吳達偉的名字之外 還查到誰的名字 在裡面除了吳達偉之外 董監事董事有一個人叫做秋兆梅嘛 那所以這裡面已經帶到兩個點了 第一個點 你可以看到的是這家公司 他的負責人吳達偉 代表民眾黨出來參選過嘛 不但代表民眾黨參選過 他也在高宏安辦公室 短暫的掛過一個月 在他的員工裡面嘛 所以吳達偉也曾經掛名在裡面 然後第二個 從裡面你也看到秋兆梅這三個字 這秋兆梅呢 是吳達偉他的妻子 他的太太 然後呢 這裡面你看到了誰 看到了民眾黨 看到柯文哲的影子 看到永齡基金會前下下去 看到郭台銘的影子 那妙在這裡喔 看到秋兆梅的時候呢 今年三月的新聞而已喔 這個吳達偉的妻子秋兆梅 被發布為新北市青年局局長 所以你看新北市青年局局長秋兆梅 然後你看這裡面之地 歷久網路媒體共同創辦人總監 所以資料一目了然嘛 所以你要告訴我說 這是另類的郭柯侯三個人的合作 看起來還蠻像的嘛 因為現在人在侯友宜的新北市政府嘛 對 請問我好奇 郭台銘每個月十萬給高宏安 是有希望他能夠做什麼事情嗎 以郭董的角度嘛 我十萬塊給高宏安 那是希望他做什麼呢 透過這家什麼網路公司 是幫助高宏安一把嗎 讓他可以再進行網路操作 讓他在政治這條路上更好走嗎 仲將你講的部分 我分兩個部分來做回答 第一個 郭董每個月給這一家網路媒體公司 給他十萬塊 要他幫忙高宏安 這個是從新聞 這個地檢署新聞資料 我們都可以確定的事情 所以郭台銘透過永齡基金會 要幫高宏安這是確定的 第二個是 這一家公司是做網路媒體的公司 意思就是做什麼 他的主要就是做網路行銷 做網路聲量嘛 換言之 郭台銘透過永齡基金會 每個月十萬塊透過這家公司 當然是要幫高宏安 塑造他的網路聲量 跟他的網路上面的形象 可是問題在於說 請問郭台銘這十萬塊的這種方式 這個在政治上 難道都是合法的嗎 這難道沒有政治現金的問題嗎 就是你是每個月十萬塊 然後呢 你其實是 這個重點是要加這家公司 幫高宏安去做服務 一個月十萬塊 一年下來是120萬 三年下來是360萬 那你當然就要問一件事情 請問郭董這樣的模式 難道在我們目前法律上 一切都是合法的嗎 這其實有個大問題 所以回到我們剛剛在討論的 對於郭台銘來講 這裡面冒出來的兩個 第一個是 高宏安這一場面對 我們講說 他的看起來是貪污案 但實則本質是 他面對一群他的前助理之間的 一場鬥爭 一場抗爭嘛 第二個是 在這場抗爭跟鬥爭裡面 郭董現在儼然 你是站在高宏安的後面 是站在這群小助理的對面 第三個是 在這過程裡面 你現在看到說 永齡基金會 每個月十萬塊 拿去給網路媒體公司 幫高宏安去做網路行銷 網路聲量操作 請問這難道都沒有法律上的問題嗎 這對郭董來講呢 這仍然是有被檢視的空間 郭台銘的永齡基金會 每個月十萬給高宏安 那剛剛說呢 是除了燒到這個 郭台銘之外 難道柯文哲就沒有影響嗎 來明語 那柯文哲今天是不是也有出來回應 面對高宏安 他要怎麼處理 我覺得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說 永齡基金會給高宏安的 這個所謂的利酒公司 我們剛剛花了很多時間 你講那個吳達偉嘛 那事實上這一筆是今天的案外案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說有這一筆 所以看起來高宏安並沒有 他財產申報並沒有報這一筆嘛 不然大家早就討論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檢察官 今天多出來的 所以高宏安必須要面對說 你每一個月十萬塊 一年就這個一百二十萬了耶 那為什麼你財產申報沒有這一筆 你的政治現金也沒有這一筆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高宏安 當然要還要額外再講清楚啦 這是檢察官抓出來的案外案 好那我們看出來 今天發生這件事情之後呢 第一個跳出來的是郭台銘耶 因為可能是有扯到他永齡基金會啦 所以郭台銘馬上就出來跟他講說 我捍衛這個高宏安啊 支持他什麼為自己的清白而戰 還相信高宏安的清廉 可是柯文哲 這個就滿奇怪 柯文哲是拖到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呢 他才講說他要自己出來講 就他的論調呢 跟郭台銘是一樣 是說絕無貪污意圖啦 支持高宏安為清白而戰 怎麼會第一時間 高宏安是你的第一個是你的不分區 民眾黨不分區提名的立委 然後後來再幫你新竹 增下了一個攤頭寶嘛 那你怎麼會這個拖到 這個第一時間反而出來的 是郭台銘 那你反而是黨主席自己還這麼慢出來 那你是不是在看風向呢 看風向發現說 哇不得了耶 連朱立倫都出來停了 現在好像還要跟他出來停一下 如果客債不出來那不是很奇怪嗎 非常非常的奇怪 而且他還在朱立倫的後面喔 事實上我覺得今天朱立倫出來停 是一個非常可笑的一個笑話 你要看林庚仁 大家還忘了林庚仁這個人吧 林庚仁是國民黨當時落選的 林庚仁才出來發表十六個字 我覺得十六個字 這才是國民黨的應該講的話嘛 林庚仁說司法調查 誤網誤縱 是非曲直 自有公斷 這非常中規中矩 這才是你國民黨該講的話啊 而且這個案子是林庚仁踢出來的 對啊 結果朱立倫竟然沒有去挺自家人 還先來出來幫高宏安送暖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藍白河的這個樣態 我覺得非常奇怪 最後我要講啦 其實我覺得高宏安 也可以凸顯現在這個郭台銘跟柯文哲 非常尷尬的一個存在啦 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這幾天喔 郭柯兩個感覺是要瀕臨破局的一個局面了 因為柯文哲禮拜六才出來二度的宣誓說呢 他這個就是絕對會以民眾黨總統參選人身份選到底 雖然很多人覺得柯文哲就是說謊誠信糊爛啦 可是他已經二度宣誓囉 如果他沒有選到底的話 當然大家又會質疑他的誠信嘛 那但是呢 郭台銘的態度也蠻妙 你看他這幾天出來 第一句話就講說 他不是 我不是一個SOP導向的人 第一個就打臉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就直接強調 自己是一個SOP導向的人嘛 那再來講到說什麼北投關渡啦 周美平原開發啦要打造AI科技股啦 就說柯文哲八年沒做的 因為不是柯文哲的專業 所以我來做 他不做我來做 所以郭柯是要決裂的嗎 對不對 他們要各走各的路了嘛 但是卻因為高宏安這個案子 讓兩個人又綁在一起了 可是我還是認為說 為什麼我說高宏安是 郭柯兩個非常尷尬的一個存在 因為現在看似 當然他們兩個 就是在兩個很好的時候啦 高宏安是兩個人的連結啊 也許可以透過高宏安來談一下 什麼郭柯配啦 郭柯 郭配這樣 可是現在兩個看起來 如果要各走各的路的話 哇 高宏安你究竟是要挺你的郭台銘 還是你要挺你的黨主席 但是我覺得這個不用講啦 還是高宏安會被丟包 現在變燙手山芋了嘛 那郭柯兩個人有可能去切割嗎 我認為說最後被切割的 應該是柯文哲會切割啦 因為看起來 高宏安本來跟郭台銘的關係 就比較麻嘛 柯文哲的用詞不是說 我相信高宏安絕對沒有貪污 其實你講到這邊 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貪污就好 柯文哲的用詞叫做 我相信高宏安絕對沒有貪污企圖 他用的是貪污企圖 他加上企圖兩個字 他沒有用說 我相信高宏安絕對沒有貪污 所以他跟那個郭台銘之間 兩個用詞其實是有落差的 高宏安的 那你可以發現郭台銘的用詞是 我相信高宏安市長的清廉正值 直接定掉他就是清廉正值 可是柯文哲的用法是 我相信他絕對沒有貪污企圖 他後面還補充 因為要貪污的人 账戶不會這麼記得這麼清楚 不會記到幾塊錢幾塊錢 可是你再去看柯文哲講的話 跟高宏安講的話有什麼落差 高宏安講的話是說 那個帳目我都不知道 那帳目我都沒有看過 那個帳目都是他們在記的 我連要他們捐出來都沒有 所以柯文哲的講是 高宏安記帳記到幾塊幾塊 都記得很細都記得很清楚 可是高宏安的講法是 那個帳不是我記的 我連帳都沒有看過 光是在柯文哲講的話 跟高宏安講的話之間 都已經出現了矛盾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對柯文哲來講呢 他已經用企圖兩個字 他看起來跟郭台銘之間 兩個走的資源高宏安強度 已經有落差了 就其他的政治人物來看 應該是很羨慕高宏安 背後有個大老闆 每個月還有10萬塊 應該是很補的一件事情 因為畢竟政治的路上 花費非常的多 如果有一個專門的 還能幫你在網路上 能夠充聲量 真的是太棒了 只是說有沒有違法之餘 那現在就藍白陣營來說 要請教林涛 國民黨是什麼樣的態度 是支持高宏安嗎 就民眾黨的 我們看到科辦發言人 是有說了 期待司法還原真相 支持高宏安 在司法前提出更多的證據 捍衛自己的權益 那國民黨是一個 什麼樣的態度 在高宏安這個例子 是分兩個 一個是資策會 一個是助理費的案子 資策會那時候 張善政也被質疑 然後高宏安也被質疑 資策會已經結案了 可是助理費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些助理直接作證 那你怎麼辦 這些助理就轉五點證人 會比較尷尬一點 可是這裡面還是有個貓膩 就是因為他男朋友沒事 同樣的事情 他男朋友沒事 可是他的其他助理 變成轉五點證人有事 所以我覺得這是 他今天這個 整個在說明空間的 唯一的一個解方 或是一個說法 那回過頭來看一下 郭台銘董事長 跟柯文哲市長 說真的 有人跟過去的態度不一樣 郭台銘董事長 大家記得去年 在選舉的時候 有一個影片 高黃有一個影片 叫做0到6歲是福 那後來發現那個影片 跟郭台銘董事長出現 那是合成的 就是大家會 那時候郭台銘是迴避的 對 那時候媒體人 不是在講說 你怎麼會整個把公安 拋棄在戰場上呢 在他最需要你的時候 你把它好像有 類切割的狀況 對不對 現在在競選的過程中 沒有任何一個力量 可以切割 回來就是 我相信 公安市長的青年正值 要用一切力量來捍衛自己清白 這跟過去的態度不一樣 不一樣 所以郭台銘你覺得 是要跟高鴻安站在一起 對 我認為郭台銘跟柯文哲 跟朱立倫 這個郭台銘董事長 去年跟今年的態度 差異比較大 有轉變 那柯文哲市長跟朱立倫主席 去年跟今年差不多 就是支持他用司法的力量 司法的程序 證明自己的清白 那我比較就是疑惑 因為大家會講說 公安市郭台銘跟柯文哲 很嫡系很直逼的這種關係 那國民黨相對 是不是又隔了一層 對 比較沒有影響 我覺得在整個的效應裡面 第一個一定會衝擊到郭柯 因為大家會去檢驗 你去年跟今年的態度 確實有落差 那第二個部分 誰在這個過程中 從去年到今年的態度一致 而且有送暖 某種程度是支持 他用司法的力量 來呈現一些清白的 是國民黨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過程中就 這個高桓安 接下來開完記者會 面對這三個要角的態度 就很重要 的確 好 所以現在總統大選 真的是越來越熱 所以高桓安這個案子 會不會成為一個 最大最新的變數呢 余教練怎麼看 郭台銘一定重傷 為什麼你知道 你怎麼會培養這種人 你怎麼會對於這種人這樣做 所以我覺得對郭台銘是重傷 還沒選上總統 底下人就貪污了 是不是馬上就有人這麼講 一定會重傷 而且郭台銘這次跳出來挺 高桓安 我覺得跟我們認識的 郭董的形象有點差異 因為郭台銘對於屬下的 清廉是非常非常重視 對 可是高桓卻如此這般 你真的這麼相信他嗎 你真的要賭下去嗎 我在講 如果像包含了朱立倫 包含了郭台銘 包含了這個柯文哲 哇都是大家對高桓 極力的相信 如果是民進黨的縣市長 或議員出事呢 那藍白刀打死 哇天啊 十二不赦啊 可惡啊 抓到了 對於中華民國 這種人真的是可恥就開始了 我想對於任何人都一樣 都一樣 我想說我們在議會 包含了前任市長 現任市長 我們監督方式角度都一樣 有一份證據講一份話 有問題提告 交給法律制裁 法律查到什麼程度 就什麼程度 在法律沒有公布之前 不需要做任何評論 什麼冤枉啦 還你清白 沒有 沒有 這個事情就是按照法律 如果在中華民國 你連法律都不相信了 你還相信誰 你教導人民 不要相信法官 不要相信檢察官 難道相信你黨主席嗎 難道相信你們這些政治人物嗎 政治人物守無法 是他的基本條款 政治人物清廉 也是基本條款 哪一個黨的政治人物不清廉 一定要清廉 不清廉就下架 就下台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這一次 他等於是 他跳出來之後 這麼多的黨在捍衛他 看起來好像身世壯大 其實我覺得 如果一審真的出了狀況 他一審就要停職 對 一審停職 來我們看最新的 這個縣市長 如果遭到貪污智慧條起訴 一審判刑立即停職 對 二審改判無罪 那在任期戒滿前呢 得付職 那如果三審有罪定言 依法呢就要解職了 對 所以他如果一審就停職 那按照高宏安這個狀況 如果我是高宏安 面對這種狀況 我真的冤枉 我真的冤枉 我要求檢察官 要求法官趕快判 趕快判 還我清白 總統大選 大概還有四五個月的時間 這段時間 總會開個一兩次停 對 要趕快判 儘速判 那你要求法官 儘速判的原因 就一個 所有的資料 全部提供出來 你的所有反證資料 你覺得是被冤枉 全部提供出來 你這樣就很快 你不要欲蓋 弥彰 長一點 收一點 那就拖得很久了 拖得很久 如果對民眾黨 對於郭柯都不利 郭台銘的損失 傷害超級大 因為高宏安是誰 是你們引出來的 如果沒有郭 沒有柯 高宏安今天 還是一個 一個老百姓而已 當不了立委 更選不了市長 所以說當然 這個事情 對他們講 傷害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 在這個時候 不管郭或是柯 面對高宏安的事情 不要用政治的方式 來護航 如果你真的知道真相 把證據拿出來 在法官 在判決的時候 你可以自願當證人 我證明他清白 你可以出庭作證 對不對 你真的是認為 他對他這麼有自信 對他這麼樣的操守 覺得是連結的 柯文哲也好 郭台銘 出庭作證 我就直接作證 我有什麼證據 證據高同安 是被冤枉的 提出來 對不對 如果沒有 那就靜待法官 而且競速判 這樣子才可以還給 不管是高宏安 還是他的助理 還給他們一個公平的審判 來 國中哥 怎麼看高宏安這個案子 接下來就是院方的審判了 他的進度 他的速度 可以說是牽動 整個總統大選的一個變數 包括郭台銘跟柯文哲 柯文哲因為前兩兩天 還惹出一個爭議 就是去跟有多項前科的 所謂的嘉義的餘會 榮譽理事長 淋水素吃平安宴 那這個柯文哲 切割得了嗎 我們先從高宏安今天記者會來談 我是覺得高宏安 今天的這個記者會是個一大敗筆 他凸顯出什麼 除非他對法律認知的那種 無知的程度讓人家詫異以外 就是希望把這個案子 扭轉成一個政治鬥爭 變成一個政治問題 所以我說奇怪 你的副市長不是從高檢署請來的檢察官 他怎麼沒有告訴你這個案子的味覺在哪裡 我覺得很難相信 我對政治的質疑只是想問檢察官說 你今天的起訴內容 這麼簡單 有必要拖這麼久嗎 對 在選舉前瘋瘋瘋瘀移 每個月每天都要討論這個案子 那些不是檢察官洩漏出來的 因為你傳信的這些當事人 每個涉及的問題 大家都採訪都知道嘛 他不是假借人頭來詐領這個助理會 那個說我們找不到人頭在哪裡 那你真的沒辦法說是誰洩漏出來的 你這個是你現任的助理耶 助理是指控的 所以高雲安這個記者會 我聽了說還虧你是當立法委員 你是專門在立法院立法修法 讓人民來遵守的 你對詐領這些職務 詐領這些助理會 你一點都不懂嗎 如果說我真的要質疑檢察官 只有說為什麼其他人詐領的都深壓 不久前三個禮拜 新北市的前副議長陳文正才被收押呢 人頭詐領助理會一百多萬就收押 同仲業詐領五萬塊頒刑四年 什麼時候有對明代這麼好 就因為他是高雄安嗎 對 北檢是對高雄安特別優惠 禮遇嗎 你的政績都這麼清清楚楚 案情涉及這麼簡單 你拖了一塊一年多 那我就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怎麼樣 就因為他是政治人物 所以我說本來是一個法律司法案件 我們依法來論法 對不對 哪有法律哪有出什麼問題 很簡單嘛 你弄政治去 問題就來了 郭台銘也要站出來 柯文哲要站出來 搞得一大件 如果這個案子在總統大選前 真的一審就判決的話 那真的影響郭台銘跟柯文哲影響很大 你們所栽培你們所提拔的這麼一個年輕優秀 告訴大家這麼優秀的人 結果設計案子 一審都認為有罪判刑了 只得公權了 那你們兩個還能選你們當總統嗎 你們對法律的認知這麼層次這麼低 對貪污的了解這麼低 那誰還敢選你們當總統 我的問題看法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來分析說高雲安到底哪裡出什麼問題 他真的那個他的副市長 那個檢察官一點都沒有幫助他嗎 難道都沒有給他一點認知 什麼叫職務詐領 什麼叫貪污 他難道都不知道嗎 你今天的記者會最聰明的就 我尊重檢察官的起訴 但是我沒有犯罪動機 我也沒有貪污的意圖 漂亮 他只要會講這些話 他那個副市長叫他講這些話 為什麼 因為馬英九的案子就在前面嘛 馬英九特別會貪污沒有罪 是最高法院進行判決下來說 馬英九沒有貪污的意圖 等於是沒有犯罪動機嘛 他只是認知上有問題嘛 禁止判無罪喔 如果有這個案例在你高雲安聰明一點嘛 我尊重檢察官 態度很良好 我尊重他的起訴 但是我沒有犯罪的動機跟意圖 你將來去法官審判的時候 就可以考慮你有沒有犯罪的動機意圖嘛 他把公基金認為是很自然的 好像是民間公司一樣 我總經理要設一個公基金 大家把錢放進去 然後大家一起來使用 很多民間公司是這樣 我們把他叫福利金嘛 可是老闆不能用啦 我知道我們有福利金 董事長或總經理 不能給人家用員工的公基金 對 公基金是公司要提拨多少 員工每個月薪水扣多少 總經理也扣多少百分之幾 公基金嘛 哪一個人生日 然後送蛋糕 送禮物 都是這筆錢嘛 那你高翁安低薪高報 多的錢回饋到公基金去 你把他當成小金庫拿來使用你個人 這就不對嘛 這就是利用財 職務在來詐取這個公會的嘛 他這個法律認識一點都沒有 我真的很奇怪 你真的配當立法委員嗎 你們民眾黨推出這樣的不分期立法委員 讓人家嚇了一跳 如果你連這間法律就不明白了 你現在做什麼立法委員 所以我說高翁安 你不要再辯解什麼檢察官洩漏法 是侵察不公開 那個都是政治用語 那現在等於跟檢察官對干 那接下來到法院那邊 跟法官難道他要惹毛法官嗎 法官一定要弄清楚 你的犯罪動機在哪裡 這個錢你為什麼拿去使用 就像他問馬英九 這筆錢特別會是公會還是私會 馬英九說是私會 錯了 法官說這是公家的錢是公會啊 他有限制你怎麼使用 你怎麼把他當成私人使用呢 所以這個認知你有沒有貪欠的錢的意圖跟犯罪動機 這個是法官什麼很重要的啊 結果你高官如果都不懂還要這樣狡辯說是政治都什麼人家想說哎呦 這個案子而已這才46萬就這麼簡單 可是你不要因為錢多少多寡來認為他有沒有罪 這個不對的喔 很多人只貪客一二十萬 最近軍方清門防衛司令的參謀長 參謀長才為了七千九百塊的洗衣機 從清門搬到他家去 搬到台灣來 判十二年耶 七千九百塊 他可以好好洗一下 那你說你說 這四十幾萬的 不是錢多少 就是你的犯罪怎麼一回事啊 所以各位官方你在狡辯 你去法院開庭說 你在狡辯的話 那會引起更大的政治風波 那你柯文哲今天 七五顯治講的最對的 你是以黑養白嘛 你黑白根本就沒有距離嘛 你當時你號稱白色的 左打藍右打利 然後你現在自己跟黑的搞在一起 那你這不是更糟糕嗎 如果你很大方的程度說 我去那裡就是拜會他 人家是地方的頭人啊 我總要去看 而且他還是農醫會的這個理事長啊 這麼簡單一個問題 他的回答 嗯啊我去看聖元法師 你扯到哪裡去啊 也沒有人質疑你跟聖元法師啊 人家是質疑你跟淋水素啊 所以我說這些政治人物 就是政客型嘛 經理就是有鬼 不能好好一件事情 怎麼會搞成這個樣子啊 你有鬼才講不清楚嘛 蘇貝你要補充 是 這個以高宏安這個案子 我提一個之前台北市議員 潘懷中的案子 他在六月十五號被地檢署起訴 七月二十二號就一審判決 所以我覺得高宏安這個案子 接下來的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不要再講說啊 怎麼速度這麼快 是不是因為選舉沒有啦 人家潘懷中的頭一個月 就判決下來啊 如果高宏安判決 一審判決確定 如果他還是有這個貪污的話 他馬上就要接受停滯了 所以這個速度是非常快的 我必須要先在這邊告訴大家 不過高宏安今天這件事情 出來之後 我對於藍白的態度 我實在覺得 終於藍白河了 終於藍白河 國民黨跟柯文哲 跟郭台銘的態度 終於一致了啦 甚至我覺得這個朱立倫 真的也是不知道 朱立倫是給高宏安送暖是嗎 送暖還給高宏安加油 說市長加油 你要捍衛你的清白 我覺得如果國民黨的議員 知道這一件事情 心裡一定在堂血 我剛剛這樣子搜尋一下 你知道六月跟七月 國民黨因為助理費 貪污助理費被判刑的議員 總共就有五個人耶 你有看到朱立倫在幫他加油的嗎 朱立倫都沒有幫自己的議員加油 結果在幫高宏安加油 這到底是 哪一出戲啦 所以我覺得朱立倫 你真的覺得你送暖給高宏安 就可以促進總統的藍白河嗎 我覺得你太多啦 不過剛剛柯文哲要出來說明 我比較期待柯文哲用他過去 曾經批評蔡英文的標準 好好來對高宏安 柯文哲曾經講過什麼 蔡英文身邊的人都貪污嘛 後來我們的幕僚出來告他說 你講名字 你講名字我就告你 誰貪污講清楚 結果他後來就神隱了嘛 不敢回答 那這一件事情 柯文哲你身邊的人 而且是你重要的不分區 現在選上新竹市長的高宏安 被抓到就是貪污 而且被起訴 柯文哲你要用什麼樣的標準 來回應這一件事情 謝典營當時他不是不提郭台銘 他現在說郭台銘出來連署 我一定幫他 這跟他之前講說 我不支持他獨立參選 沒有矛盾 真的嗎 沒有矛盾喔 沒有矛盾 這樣講得通喔 為什麼說沒有矛盾 因為謝典營認為 郭台銘跳出來 他是有能力整併 藍或是白其中一個